台湾民众党2024 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柯文哲 7月4号到彰化县议会参访 提及重启两岸服贸议题时 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讲过 要重启服贸 最近那个柯文哲重启服贸 从头到尾就是做出来的新闻 我从来没有讲啊 只是说在我们什么 白皮书的草案里面有一段话 说我也没有记者会正式宣布 也没有正式文件出来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重启服贸 因为近期谈及重启两岸服贸议题 被绿营攻击 柯文哲大吐苦水 强调自己从头到尾 没有讲过要重启服贸 这都是绿营做出来的假新闻 柯文哲强调 对于两岸服贸议题 他的逻辑就是 先把所谓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定定 先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要先定好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规范说 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条都要拿到立法院讨论 所以要把规则定好 那以后才能够指导 来指导说 那每一条上经济上的协议要怎么处理 柯文哲还表示 两岸服贸不是不能谈 但要货贸先行 因为服贸牵涉到人比较讨厌 货贸比较没有 比较好控制 所以一定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先处理 再来货贸 最后才是服贸 而对于绿营网军 抨击他要重启两岸服贸议题 柯文哲表示 之前的相关论述 都出自台陆委会的网站内容 民进党网军侧义如果不认同 请先把报口转向民进党当局的陆委会 打烂后再讲 请不吝点赞订阅